欢迎锁定中时新闻全球报道 台北市松山区竟然有钢筋飞出工地 直接击中了停等红灯的骑士 幸好力道不大并没有造成受伤 另外在新北市的巴黎 有沙石车的驾驶 疑似是身体不舒服 一不小心直接把车开进了台北港的护城河 五秒钟不到车头车身全都没入水中 而驾驶因为炉内出血严重 送医急救仍然宣告不止 机车停等红灯 一旁的工地准备清除废弃物 巨大的声响引起骑士注意 钢筋头查看担心会出状况 没想到下一秒 钢筋啪打一声飞出 直接招呼在骑士身上 瞬间发出惨叫 放慢仔细看 当时白色铁门弹了一下 车上的钢筋瞬间被弹射 直直喷往马路 附近居民直呼好夸张 当然会怕 所以那种东西不小心找到人家 但很危险 他的旁边出入口的防护措施 要做好一点 我觉得他没有做得很好 25号上午10点左右 台北八德路四段一处工地 工人直接在马路旁 装卸裁除的废弃物 一根直径约4公分的钢筋铁条 进喷向等红灯的骑士 索性力道不是很大 没有造成骑士受伤 不过另一起意外 可没那么幸运 一辆车时车冲破河岸围栏 直直开进河道 见起巨大水花 5秒不到搬辆车沿入水中 消防局货包到场时 只剩下车尾浮出水面 搜救人员立刻着潜水桩 下水寻找驾驶 最后终于在车内找到人 重庄潜水人员下水 在驾驶舱内找到来去换成一名 年约60岁 26号早上8点多 新北八里区商港路 杀石车冲进台北港护城河 驾驶紧急送医 不过炉内出血严重 最后还是宣告不治 据了解当时驾驶在停等红灯 转绿灯时一度禁止没起步 直到后方按喇叭才往前开 没想到驾驶竟然直接冲进河道 详细事故原因 警方还要调查厘清 记得张又时 陈冠宇双北报道 台中有公车司机被乘客直击 竟然是利用停等红灯的时间 离开座位之后 在旁边开始伸展 狂坐引体向上 把公车当成了健身房 让所有的乘客看傻了眼 有人直呼这样的座位 不恰当很危险 而接获投诉之后 客运业者表示 司机是因为长时间久坐 才会趁着等红灯时来伸展一下 会劝他改进 应该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 公车上一名男子在驾驶座旁 一上一下做运动 他不是乘客 而是公车司机 整个过程都被乘客录下 当时公车正在等红灯 司机离开座位 撑住扶手开始引体向上 1212 1212把公车当成健身房 我觉得有一点危险 就是他还是要顾好 就是车子还有 如果有乘客还是会有安全上面的问题 公车司机用停红灯的时间伸展健身 其他民众看傻眼知乎有够危险 客运业者表示 会规劝司机要改进 而利用等红灯时间伸展健身 还不是最离谱 有司机跟他是同好 拿起雅铃练臂力 还有人更狂直接趴下来 也有司机滑手机看新闻 甚至是下车买便当 虽说等红灯车子没有在动 但还是要留意四周情况 健身举雅铃趴税 真的很胖 台北市一名男大生 昨天骑车经过士林为了闪避 施工围离往左方急切 另外一名骑士差一点追撞 暴怒拦车理论 甚至还把他的钥匙丢在路边 而高雄则是有骑士停等红灯 突然脱下安全帽 竟然朝着路人追打 吓坏募集民族 回南怒气冲冲 拦下骑士不要骂脏话 急着出脚猛摔对方机车 自己也差点翻车 眼见嫌犯拍拍屁股走人 被害人在后头一路尾随 拦下对方讨公道 嫌犯手一拉怒拔他机车钥匙 随手一丢行径恶劣 二十五号上午十一点 台北士林桥发生行车纠纷 歇清男大生骑车赶上学 看见路旁施工围栏 往左偏急闪 惹得秋行骑士不满 飙骂还出脚踹 男大生追车一点五公里 要求报警 并提告对方 公然侮辱强制罪 临谱纠纷也发生在高雄作营 骑士拿安全帽 狂砸路人 常访男拼命奔跑 还是被打 安全帽都被砸坏 时间拉回五分钟前 他经过旁边人行道 骑士突然压起来 靠边火速拖安全帽 狂砸男子的头 原来双方是邻居 早就互看不顺眼 路上狭路相逢 不顾民众在旁围观 骑士暴怒当街追打 过程全都录 成了犯罪铁证 记者组合报道 一名香港女游客到宜兰 头城体验飞行伞 不过因为伞绳的绳结卡住 教练被迫提前降落在民宅区 导致女乘客和教练都摔伤 动弹不得 那么在救援的过程当中 女乘客因为受伤严重痛的 不断的哀嚎 基隆学校传出食安出包 有一所国小在上午提供了 营养午餐的牛奶给学生饮用 但没有想到有不少人喝下肚之后 发现牛奶有臭酸味 当中14个人更集体出现了 腹痛恶心等症状 被紧急送往医院来救治 校方不敢大意 已经将剩余的牛奶全部回收 要交由卫生局裁剪来厘清厂商 是否有食安疏失 高雄大辽区有一间幼儿园的附近 最近出现了超多大大小小的绿列西 有的绿列西直接趴在树上 看起来超大只 小朋友说看到感觉有点害怕 那么相关单位货报前往捕捉 竟然一个晚上抓到74只 家长不禁担心小朋友的安全 网友也留言说 高雄难道是变成了恐龙王国吗 相关单位货报抵达幼儿园 邻近草丛看过去 就发现好几只绿列西小孩 有民众发现绿列西出没 捕捉大队开始上工 才一个晚上就抓了74只 地点都在幼儿园附近 民众拍下照片好大一只绿列西 就爬在幼儿园附近的树上 学童从学校往外望就能看到 小朋友看了吓到怕怕的 家长更担心会不会咬小孩 高雄大辽区的幼儿园附近 近期密集出现绿列西 农业局派出专业团队 一个晚上就抓了74只 贴文曝光网友也纷纷留言 高雄是恐龙王国吗 这也太可怕了吧 生态危机业 在幼儿园附近也太危险 据了解绿列西幼体食多为杂食性 吃蔬菜水果或是昆虫幼虫 成体后才会偏向素食 这回超过70只绿列西 触摸在幼儿园附近 是民众弃养吗 家长也难免会担心小孩安全 因为正值绿列西繁殖季节数量暴多 大小只的绿列西出没在幼儿园附近 74只的数量让家长形容孩子 深陷恐龙王国怎么能不担心 参加喜宴您会如何穿搭呢 有网友分享有一次去喝喜酒 他包了六千六百块的大红包 但只因为穿了一条破洞的牛仔裤 竟然被新娘子的弟弟动手强拉 要请他离开现场 文章曝光引发两派网友热烈论战 有人说都包了六千六 这么大包了还不让人家吃喜酒吗 但也有人觉得正式场合 这样的穿着确实不得体 不过律师要提醒 如果只因为服装仪容问题 把人强行请出现场 恐怕已经涉及了强制罪 行人护取终身步入幸福殿堂 亲友们举杯送上祝福 但竟然有宾客包了六千六百元红包 不是仇家也没有闹场 就只因为穿了白T加破洞牛仔裤 才撤了第一道菜 就被行人亲友赶了出去 破洞牛仔裤我真的觉得还好 可能长辈们会觉得不太适合 包个六百块穿着很体面 六千六就已经不错了 穿着其次 女网友气氛发文 活了35年 没听过喝喜酒不能穿牛仔裤的 自己是男方新郎同事 却被女方弟弟强迫离开现场 管别人穿牛仔裤是住在太平洋吗 专家也说其实在台湾没这么要求 其实台湾这边在婚宴的穿着上面 没有太严格的一些规定 今天刚好是在选择在五星级饭店 可能大家在穿着上面就会稍微再更加用心一点 不过有网友直言 牛仔裤没问题 重点是破牛仔裤意味破财 婚宴上对新人的确很没礼貌 应该尽量避免 但大多网友不买账 难道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吗 都什么年代了还在管别人穿着 有些牛仔裤比套装还贵 比起穿搭礼仪 直接赶别人走不是更离谱吗 而事实上确实也可能违法 不一不整 不能当作强拉别人的正当手段 妨碍别人参与婚礼的权利的话 可能会成立刑法304条强制罪 虽说婚礼是新人主场 但仅因服役问题 强行驾走宾客恐怕触法 未来被红色炸弹炸到 不只要烦恼红包怎么包 穿什么喝喜酒 夜市门大学问 记者李清范雅桥台北报道 难道台湾真的要走向全民接兵了吗 传出刑事局通令保全工会 要调查全台湾30万保全 过去的服役军种 像是当过宪兵 或是有陆战经历的通通都要通报 网友说难道是第一波 要被征兆上战场吗 而美国无异的军援 传出刺针飞弹 已经抵达台湾 但专家炮轰 刺针飞弹 其实是用来保护装甲车的 根本没有办法保命 台湾保全总会爆料 日前被刑事局要求提交名单 要调查保全过去的服役兵种 同学项目有曾当过警职 宪兵特种部队 海陆单位等 全台保全30万人 带过精锐单位的7到8万人 外界质疑若有战争 难道先征招保全上战场 行事局说这不是为了战争 是为了让更多退伍军警 可以投入保全液 提升素质 网友火大嘲讽 搞半天我家门口的保全 是刑事局派的吗 大关的家人还要住国外多久了 回来共赴国难了 名嘴炮轰 刑事局的说法简直鬼扯 美国提供台湾5亿美元军援 监视刺针飞弹已经抵台 美方说要全台警局 都该用刺针飞弹 百姓好奇 这到底能让我们在战争时 多撑多久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个钟头都换不来 你那个只是保护装甲车的武器 刺针原来设计的是 保护装甲部队的低空防卫 你拿来做城镇作战 你刺针甚至于打飞机 还不能打坦克呢 蔡总统训斥 不要贩卖战争恐惧 但从军人学生的保全 陆续传出被调查或造册 美国还疯狂鼓吹 我们拿枪打巷战 专家痛骂 照美国的剧本 台湾没人能安然无恙 怕你消耗不久 把全国2300万人拖进去 慢慢号警察 保全学生 统统裹进去了 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打不赢你换来代价是什么 家破人亡 美国的阴险毒辣 跟我们现在的政府的愚蠢无知 才是将来台湾老百姓的 最大的伤痛 执政者说 美国给的武器很有用 民众纳闷 当家园真被炸毁 刺针没用时 打官在哪里 打官的家人又在哪里 介绍如李玄台北报道 端午节快要到了 那么民众会吃粽子 来纪念屈原的故事 但其实生活当中 还有许多美食 都是在纪念历史人物吗 比方说就有人在网络上分享 像是油条跟岳飞的故事有关 涮羊肉说是要纪念忽必烈 而年糕纪念的是吴子虚 到底怎么来的呢 原来背后都有历史故事 超薄羊肉放进火锅里 涮个两三秒 肉色一变就起锅 涮羊肉到底怎么来的 相传是纪念元氏族忽必烈 为了因因边打仗边吃肉 补充体力 厨师把羊肉切成薄片涮熟 撒上盐和葱花 忽必烈吃饱了跳上马 果然大胜而归 这就是涮羊肉 纪念忽必烈的由来 正方形面皮包上猪肉等类似 手一捏丢下锅煮熟 国民美食 馄饨吃起来鲜甜可口 相传纪念的竟然是盘骨 因为馄饨宇宙生盘骨 为了纪念人类母体 吃馄饨庆祝新生命周期 又条纪念的是岳飞 当初勤快陷害忠良 老百姓知道后 把面团揉成勤快模样 还不忘补上他两刀丢进 油锅里边炸边喊油炸勤快 美食纪念的历史人物 当然少不了东坡肉 苏东坡当时任杭州之州 平时爱吃猪肉 教百姓切成方块形状红烧料理 这道菜一传承 就是近千年 年糕则是纪念吴子叙 吴子叙生前主妇部下 埋粮沉下三尺 百姓因此获救 每到过年时 家家户户吃年糕纪念 每吃一口 似乎就能回到当时情境 增添历史人文滋味 六年前发生在新北市的纵火案 酿成九人死亡 犯人被判了四次死刑 但如今突然逆转改判 无奇徒刑引发哗然 各界质疑最高法院 是不是这个指导法官改判 是否在执行蔡英文总统 废死的意志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痛批 要人民怎么相信司法 能有公道 熊熊大火燃烧 化灰夜空 六年前李国会跟陈信邻居吵架 恶意纵火酿 九名无辜民众 睡梦中活活烧死 只有陈信邻居逃过一劫 残忍的纵火杀人案 法院从出审到更审 私度判死刑 但最高法院却拿蔡总统说的 国际公约 直到高院不该判死刑 法官最后考量嫌犯 想杀的人反正没死 最后改判 无期徒刑定验 同样有国际公约 为何过去马政府能执行死刑 蔡政府故意不判 也不执行 你杀人放火 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一个东西 你说是根据欧洲的两公约 那阿拉伯他们一个人 可以讨四个老婆 你要不要跟着 这个没有道理的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法律官员 司法跟人民的距离 就越走越开 司法总统要对被害人 有一个最基本底线的交代 根据民调 88%的民众 强力不赞成废除死刑 但蔡英文主张 公开停死 法务部长蔡清祥 还刻意拖延执行死刑 最高法院院长吴灿被起底 当初就是蔡英文任命清点 还创下司法界第一位 根本没有院长资历 就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的 诡异先例 小英的爱将 是不是实质废死 执行得很彻底 两个根审 四组法官 16个 都是白痴嘛 吴灿你自己犯法 你的法律见解 不可能超越16个法官吧 而且我们法律上 有明文规定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要接院长的那个人 吴灿 我觉得他假掰 惶恐不要接 想当官就想当官 老老实实的 不要在那边鬼扯 九条人民枉死 真的不算什么吗 过去蔡英文遭变脸 爱将法务部长蔡清祥 一个月内就提休法 把嫌犯从三个月刑情 加重到罪重要判七年 同样是诈骗 当IMB诈骗台湾 五千百姓 二十五亿 通气主嫌 却能跟绿营高官 共参合影 甚至百姓活生生被烧死 大官竟然能随意 就免判死刑 百姓被骗被杀 难道都没有总统变脸 来得严重 如果你要让IMB这些 诈骗集团被绳制依法 那抱歉 你就要骗到蔡英文的家人 所以台湾以后一切的修法 都以蔡英文 有没有受害为依规就好 总统被变个脸 爱将就急如新火 搞出重刑 九名百姓惨死受命 忠心的爱将们 轻飘飘找个理由 原来死刑就能逆转改判 要百姓如何服气 记者黄义俊 王志仁台北采访报道 立法院会三毒通过 公职人员选霸法 排黑条款 曾经犯黑金枪毒 还有洗钱国安相关法规 被判有罪确定的话 终身不得参选公职 如此一来 陈志忠终身不能参选 民嘴奉刺说 民进党对于陈欧破 都轻轻放过 说要修法排黑 根本是在演戏 立愿三毒通过 选霸法排黑条款 包含犯洗钱防治法 判决确定者 以及判十年以上刑度 是要为定验者 都不得参选 有人说洗钱 这条几乎是陈志忠条款 陈水扁汇钱放话 希望民进党流条 深入给陈志忠 还说要死剑 阻止排黑条款 如今条款已过 难道真的要火车对撞 告诉民进党 今天你们如果真的敢修法 通过弄我儿子的话 你们以前有多少把柄 被我抓在手中 你们就给我试试看 阿扁拜托你兑现你的诺言 就是让民进党这些人 都不要好过 奉刺的是 赖建德上立法排黑金 刻意要修选霸法 但阿扁这个贪污重刑犯 却能在外头趴趴走 是不是代表 不管罪行再重 法律再大 都没蔡总统的一句话来得大 还有人说赖建德想通过 排黑拉选情 但自家立委称欧破 用爱病诈骗集团 提供的房子跟车子 却只轻轻寄一只警告 网友黄奎演得实在有够假 他就寄一只警告 三只警告就是一个小过 三个小过就是一个大过 三个大过才会开除 民进党打算是 要养27个爱病诈骗集团 到时候严重到这个程度 才要去开除陈欧破 从来前的爱将陈宗艳 涉胎没被传唤旧结案 陈欧破跟诈团过从圣秘 但都从没被追究 就怕民进党喊得排黑 致是台上演场戏 记者夏宏罗李逸玄 台北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舒服 请锁定中视频道